大家好,今天这个视频啊,咱们认真看啊,我们教你,教你们一段啊,行,有人说这个白条,为什么你们进的白条这么好看啊,为什么呀,如果大家再有条件的话,进回来这个白条,挂起来啊,把这后腿挂起来,这个白条行,行,非常好看,知道了吧,你看这后腿鼓鼓着,拉着肉也整齐,有条件就挂起来,知道了吧,知道了, 然后咱们分这个肉的时候,你看这个里脊啊,来往这看,里脊上面有这个筋,你看,有这个筋,咱们整出这个里脊,你看,从这儿,把这个筋尽可能带到骨头上,咱们拽出一条,哎,不用修的里脊,整整齐齐的,这个筋就带到骨头上了,骨头炖着也好吃,然后咱们这个后腿啊,分这个后腿,你看,为什么从第二件啊,从第二件啊,对,每次都告诉你们, 第二件,第一件也不行,第三件也不行,为什么从第二件啊,因为第一件的话,这有个骨头,底下有骨头,拉不开,从第三件的话,这个就太长了,这是有讲究的,从第二件啊,咱们为什么不主张,有人从这挑开,挑开也行,为什么不主张从这挑开啊,一个是废刀,这容易伤着刀,再一个是,这个骨头一个整齐的骨头好卖, 如果挑开了以后,这个骨头好卖,这个骨头不好卖,所以说咱们卖这整个尾骨,这都是有讲究的啊,来,咱担开这个后腿,看剃这个骨头啊,后腿,你看这个尾骨,这叫尾刹骨,尾刹骨连到一块儿,看着好看, 你看,是吧,骨头一块儿,咱们分一下这后腿啊,普通肉,你看,从这个筋膜这儿啊,正中间筋膜拉开,咱们这次分的时候, 把上面这个瘦肉啊,轻轻的,来这么一层,你看,把这儿拉平,把这鸡膜修掉,再好啊,拉平咱们分,又一种分的方法啊,哈哈哈,再好,然后把这个瘦肉的,你看,这个肥的炫了,咱们把这个瘦肉切成小块儿, 哎,咱放到这儿,你看啊,一会咱们单独卖这个,这叫碎瘦肉,开着肉骨头啊,这手摁住,从后,整个把这一块儿,瘦肉全剥下来,你看,包括下面这个腱子肉,哎,也带到这个瘦肉上,把这个瘦肉,你看啊, 全取下来,这个肉饼,这是精品,来,把这个碎瘦肉,拉碎它,碎瘦肉,碎瘦肉,咱们就拉碎它,放到这儿,精品后腿还是两条,你看,这是优质后腿,对吧,对吧,对吧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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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这里边一个淋巴,对吧,去掉,还得扔掉,这个也是普通后腿,咱们普通后腿,放到这儿,下面咱们替这个柴骨啊, 咱们开这儿啊,看这一刀啊, 这刀有好多人往前推的时候,它紧贴着这个骨头,紧贴着骨头容易出现一点小骨头,就剃到这个肥肉上了,剃在肥肉上以后,你要是搅馅,搅的馅可不行,没法吃了,这个对咱们这个绞肉有伤害,所以说咱们拿这一刀的时候,咱们要拿到肥肉上,这刀要在肥肉上,你看,看,这上面一点骨头, 一点碎骨头也没有,这样注意的一个小细节问题啊,看这个骨头啊,有好多人说喜欢吃烧烤,烧烤用骨头,用拿来,用排骨下面,看,拿这看啊,排骨下面,这第一根排骨, 哎,用这个,这叫硬肥肉,你看,这一份,最好吃了啊,如果说这个软肥,这个软肥,咱们都是炖着吃,炖着吃啊,这个烧烤烤不软啊,咱们用这个硬肥,切成大大的薄片,哈哈哈哈哈哈,香脏表面,咱们来看看啊,把它看一下, 软肥肉,是吧,这个下块的没去掉啊,是不是这块肉就出来了,看这块,对吧,香脏表面,咱看,你看, 拿开啊 咱们看这个前腿啊 来 剂这个前腿肉 上面是梅花肉 对吧 对对 先把这个梅花肉 来这么一刀 下边这个筋膜剃掉 你看这个地方有筋膜有淋巴 咱们能剃赶紧了 往这看 往这看 这个梅花肉下边这必须有一个淋巴 这固定位置 都有的时候咱们的去掉啊 这个都扔掉吧 咱们剃这骨头啊 挺小 你看 这上面这一块瘦肉啊 咱们剃手刀肉斜着 你看 你看 刀刀往这边 这外边这个边啊 刀往里边斜 你看 哎 挺这样 你看 这个拐花刀 刀往里边 这边这个 刀往这边斜 这样骨头带肉就少了 但是看着 肉还挺多 它是斜面的 看着肉挺多 所以说咱这剃不出一个细节 上面是月牙骨 这是个软骨 哎这个也放了烧槽这也特别好啊 专门找这个 还找不着 现在卖得特别好 咱们 呃 招动出的是这 往这看 这是前腿第一刀啊 看好 前腿第一刀 咱们怎么拿呀 你看啊 这不上面瘦肉不少啊 嗯 你看咱 去在这一层 去成这样 你看 去成这样 这是特加肉啊 这特的 咱把这个瘦肉里 刚才这个切这个碎瘦肉都放到一块 有时候绞肉馅了或者炖着吃 喜欢要瘦的 咱们都放到这 再看这个 这胸口上这块肉 咱们这样拉一下 大 这样 也薄薄的剥着一层 这是前腿下边这块瘦肉 分成几块 咱放到这 这都出于油脂肉 咱们这一块 把这肥的圈了 咱们也切成碎 碎瘦肉 看见了吧 放到这 碎瘦肉不就多了 对吧 这个 这个特加肉的就少了吧 就这一点 对吧 咱们少出特加肉 然后咱们说这个梅花肉 这个梅花肉烧好的方 光用瘦的不要肥的 把肥的去下来 光用这个瘦肉 穿成串 特别好啊 嫩的很这个梅花肉 你看 漂亮吧 真好 好 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好 嗯 好